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對不起, 遲了 你應該說你這次又遲了 你出名就遲到大魔王了 沒想到要你跑步, 你也遲那麼多 話可以亂吃, 說話不能亂說 我絕對不是什麼遲到大魔王 我個人慢一點, 慢小魔王 我最多說遲不遲 真是很感謝你的誠實 但你說對了一半 說話固自然不能亂說 但東西不能亂吃, 尤其是藥 你又說錯一半了 很多藥是不能亂吃 但我這張就不一樣了 我介紹給你 這是什麼補藥 這張是好東西 它吃了, 包你的腰力、腳力 全身都有力 我只好拿它才遲到 見是你, 我請你寫一粒 吃多少沒有, 怕 這張藥連成份都沒有寫 信不信得過 不會有事的 我朋友都是吃它 不睡得那麼精神 沒事的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會吃了 在2009年, 就有一位17歲的少女 在網上隨意買了一隻減肥藥理食 誰知吃了一個月之後 就開始出現精神錯亂 還產生幻覺 有自殺傾向 以及做出自殘的行為 當時有專家做這件事提醒大家 服用不明藥物 有可能導致身體腦石膀永久受損 所以不要亂吃 不會的, 我朋友哪會害我 我不是說朋友害你 是有可能你朋友都不知道 這些藥物對身體無益 那倒是 其實任何藥物都不可以亂用 錯誤服用會令身體造成傷害 甚至死亡 所以服用藥物記著三件事 哪些三件事 第一是小心, 第二是小心 第三件事呢 就是記著前頭那兩個 即是小心 你不用這麼詳細嗎 我知道我只是詳細了一點 但因為很多藥物事故 都是源於不小心 所以才這麼強調 那你可不可以具體說一下 那不如舉個泥姿, 你看看 怎麼樣?你還好痕嗎? 是啊, 媽咪, 好痕啊 看你吵都吵了幾天 吵到皮都損了 明天帶你去看醫生吧 好啊 你的女兒應該患濕疹了 我現在開些藥膏給她塗 塗了應該沒那麼癢 不過藥膏含有雷固醇 不能塗太多 薄薄地塗在患處上就可以了 大概塗一個星期左右 應該可以康復了 你下個禮拜再回來覆診吧 好啊, 謝謝醫生 怎麼樣?塗了藥膏之後 還有沒有那麼癢嗎? 好很多 不過偶爾還有點癢 是不是臉都癢呢? 少少啦 既然藥膏有效, 多塗一點吧 好, 臉癢就塗臉 哪裡癢就塗哪裡 塗而已, 又不是吃 應該沒事的 之後阿玲的媽媽到了藥房 找售貨員配成大支藥膏回來 然後叫阿玲哪裡癢就塗哪裡 沒錯, 癢養問題的確好很多 但是敷作用也慢慢出現 幾個月之後 好了, 準備去煮飯 你再做一會兒功課吧 你的臉幹什麼?一塊塊 沒有, 我塗了藥膏 塗了藥膏?你看看 我以前也不覺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什麼事, 媽媽 為什麼阿玲臉一塊塊? 原因就是塗太多藥膏 塗多藥膏而已 怎麼會這麼大件事 我們來看看專家怎麼說 原因是藥膏含有類固醇 類固醇很有效 去抑制我們的免疫系統 治療濕疹非常有效 但是如果不正確使用 就很容易出現副作用 例如皮膚變薄 和容易出暗瘡等等 阿玲茶大量的藥膏在臉上 結果, 使臉的皮膚變薄 看上去就好像一塊塊 當然就不太漂亮了 最遺憾的是 皮膚一旦變薄 就不可以復原 所以後果都可以很嚴重 很多人以為吃口服藥物 身體才會吸收得多 但其實無論用任何方法 藥物一樣可以給身體吸收 所以就算是塗藥膏 我們都應該聽醫生的吩咐 就算你想多塗藥 其實都應該問一下醫護人員的意見 原來塗太多藥膏都不行 塗太多當然不行 我知道了, 這次他們發的毛病 當然是不小心 但具體來說, 他們是自作聰明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醫生叫他們不要塗太多 他們又不聽, 叫阿玲覆診 他們又不去 最後還自把自圍, 塗在臉上 其實任何類的藥物都要正確使用 才安全和得到治療效果 不如看看專家怎麼說 這裡放了我們常用的藥物 每一種藥物都有它的特性 例如藥膏 不同的藥膏都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例如, 有些舒緩肌肉關節酸痛的藥膏 使用的時候就需要摩擦 因為摩擦會使皮膚產生熱力, 舒緩痛楚 相反, 含有類固醇的藥膏 就不需要摩擦 薄薄地地塗就已經可以了 再講一下藥貼 藥貼跟藥膏一樣 都是不可以過量使用的 有些人想著物盡其用 不要浪費 就會用剪刀剪小塊藥貼來用 但這樣就會有機會破壞藥膜 令藥物大量滲出 增加皮膚吸收的劑量 更加容易產生副作用 還有, 如果將藥貼靠近熱源 例如火爐、電煎等 就會加快藥力的釋出 甚至過量的吸收 藥丸、膠囊和藥水都是常見的口服藥物 有些藥物用咬水後吞腹 好像是胃藥一樣 咬水後藥的接觸面大了 這樣就可以加快中和胃酸的藥效 相反, 有些藥需要整顆噴泡 不可以咬水 因為這些藥原先的設計 就在腸胃度慢慢釋放出來 如果咬水後 藥力就會迅速滲出來 藥效會增加 而副作用亦相應提高了 要記住的東西好像很多 但大家不用擔心 只要跟著藥物上的標籤來服用 就不會有問題 最後我還想提提大家 在服用抗生素的時候 一定要遵照醫生的吩咐 定時定量來服用 直至完成整個療程為止 就算在這段期間 你發現病情很專鑿 也不應該停藥 因為這樣很容易令病情復發 最可怕的是 還可能令病菌產生抗藥性 變成了超級惡菌 以後就很難對付它們 對了,我還想問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都吃維他命丸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必要呢 只要均衡的飲食 在我們平時的食物裡 就已經提供到足夠的維他命 所以是不需要額外補充的 相反過多的維他命 反而還可能會導致中毒 不過在某些情況之下 例如是孕婦、長者、素食人士等 他們有可能需要額外來攝取維他命 但是在服用之前 最好還是先質詢醫護人員的意見 我也想問一下 那些藥是否要放在雪櫃上 對,會不會新鮮些 只要跟著藥物包裝上面的雪明 來傳放 藥就不會那麼容易變壞 相反,藥放在雪櫃裡面 反而可能會潮濕而受到影響 所以除非特別的指名 我們都不會把藥物放在雪櫃裡面 謝謝 謝謝 現在知道了這麼多藥物的知識 看清楚標籤一定沒問題 說不定這樣說 不過有人看清楚標籤也有問題 不是吧 你先休息一下 我拿藥給你吃 五毫升即是多少 他平時吃開一格 五毫升應該一格吧 當是吧 停… 當是哪裡行 吃藥怎麼可以亂猜 如果不知道五毫升是多少 就應該請下雪櫃的人 而不是亂猜 服用過多劑量是很危險的 就是了,你爺爺 你就是有看標籤 不過那麼疏忽大意,隨隨便便 有看跟沒看是沒分別的 我知道了… 疏忽大意是另一個藥物事故的原因 所以藥不可以亂用 亦不可以粗心大意,隨隨便便 不,西藥有這麼多問題 我知道應該要怎麼做 你去哪裡… 搞什麼這麼久 不是,正在煲藥,不跟你說 我要看火 人家,你… 怎麼這麼大的藥味 對,我在煲中藥 上次跟你說完之後 我發現西藥好像很有問題 中藥好像沒甚麼苦作用 我轉了吃中藥 你有病嗎 沒有 我想像上次那樣 買些煲藥幫阿新 第一,你知不知道 不能用金屬鍋來煲中藥嗎 是嗎?不知道 用金屬鍋來煎煮中藥 藥材和金屬很容易產生化學作用 影響有效甚至中毒 所以煎煮中藥 一定要用有蓋的沙煲等等 原來那我不煲了 第二,無論中藥、西藥 互亂服用同樣都有危險 誰說你知道中藥比較安全 沒有副作用嗎 是嗎 是呀,不信南亞專家 首先大家要明白中醫治病的理論 中醫認為人之所以病 是因為人體的陰藥失去平衡 所以就要用藥物的偏性去恢復平衡 例如身體偏醋熱的時候 就要吃一些偏寒涼的藥物 所以如果沒有在中醫理論指導底下用藥 就很容易出現副作用 例如很多人以為夏天喝涼茶就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那個人的體質偏寒 即使大熱天、飲性味偏寒的涼茶 都一樣會出現口淡、食慾不振 這些不適的症狀 如果照這樣說 不知道自己身體狀況 而隨便買補藥來吃 好像不是很妥當 這個正是我想公開第三點 不要胡亂買補藥來吃 例如人參是大補元氣的中藥 但是如果在發熱、三瘡、便秘期間服用 就只會加重病情 所以在服用中藥之前 一定要諮詢中醫師的意見 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事實上,如果身體沒有虛弱的病徵 就不要吃補藥了 還等我買了這麼多補藥回來 你看 你這麼健康,不用吃了 不用了… 不過近來我對那些中藥真的很有興趣 我還買了一本中草藥書回來研究 遲些想著自己上山採藥 你有沒有興趣 你自己上山採藥不好 為甚麼 自己自行上山採藥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有些中藥含有劇毒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就公佈了31種有毒中藥 這些中藥的外形和一般中草藥很相似 一般人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如果自己上山採藥 很容易就會誤認了一些有毒的藥物而中毒 後果可以很嚴重的 在2007年,有兩位女士分別中了馬前子毒 你兩位女士沒有聽醫生指示 自行更改每日食用份量 結果都中毒 服用過濾馬前子,嚴重可以致命 聽完專家這樣說 我以後真的要小心點用藥才行 其實有病當然要用藥 但想身體好 當然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均衡飲食和適當運動 不如我們… 你去哪裡? 去跑步 好 我好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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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